讲到新店你脑中想到的是什么 是碧坛 吊桥还是老街 其实新店的蓝染液从以前就相当有名 但随着工业快速发展 这里也慢慢转型发展观光 这次曲工所推出的新店西游记 就是希望带着大众重新认识新店 其实新店地区它一直都遵照古法 在做这种染制的工作 那我们必须要加入麦芽糖 然后木灰水跟米酒 然后以养菌的方式发酵还原 每一个作品在我们的手上 染制的过程里面至少都要16次以上 新店驱公所透过招募的方式 邀集社区民众或学校团体 三到五人组队参加 选择辖内一个街区 画出新店的隐藏风景地图 在带领民众欣赏这里的好山好水好人文 新店这边有很多的文史 很高兴我们新店也来推广冉染 那其实新店就是大台北的后花园 我们也来介绍说新店到底还有哪些 大家已经都几乎都忘了一个东西 包括说新店的产业竹笋 还有它的一个壁坛 整个一个风景区 这个都值得跟大家做些介绍的 这项计划提供总奖金五万元 给绘制藏宝地图的导游们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搜寻 2016新店稀有记 组队报名参加 一起发现极具文化特色的多元城市 看见不一样的新店 凯破大台北输入新闻 张云飞采访报导 张云飞采访报导